大家好,欢迎来到Ryu的自由研究室 今天要跟大家讲宫崎娟的电影《启风》 启风跟其他的吉普利作品相比 主题比较写实感伤 有些小朋友可能会看得一头雾水 宫崎娟本身也表明了这次的作品 没有刻意为了娱乐去配合大众放一些催泪的台词 所以你看这个男主角绝越二郎 他少言寡语的 你不注意的话 你还不知道现在演到什么情节 对不对 宫崎骏他在这次的采访是这么回答的 说明了比起为了票房卖乖 这次宫崎骏他潇洒的追求真实路线 还找来了Eva的导演阿眼秀明当男主的声優 就因为他话少又有存在感 总而言之启风就像是从侧面去看一个人的故事经历 Ryu看完心有七七 我当时在电影院是刷了三次 它是我们在残酷的世界里活下去的心灵慰藉 就像片中出现的诗句 什么意思呢 启风了 唯有努力试着生存 还有一些人看完觉得二郎有点渣男 为什么女生都病入膏肓了 你还不把人家放回去疗养呢 要把他放在自己身边减兽 如果你也是这么想的话呢 也许你也是杀死女主角蔡穗子的凶手 为什么Ryu会这么说呢 且为我慢慢为您解说 今天Ryu把焦点放在二郎跟蔡穗子的身上 为你解读这部作品风起 本集分成以下三个结构 1.学二郎和蔡穗子的交汇 2.梦境和现实有着鲜明的对比 我们该怎么活下去 3.我们都误会了二郎和蔡穗子 那我们开始吧 对不起各位 我一直念错人家的名字 人家是 酷月二郎 我念成绝月二郎 还有酷成兄弟念成绝正兄 酷月二郎和蔡穗子的交汇 为了方便理解呢 先让我说说 宫崎骏在风起刺境的两位真实人物 一位是林氏战阶的制造者 酷月二郎 另外一位呢 是文学家酷成兄 宫崎骏的风起直接把两位融合了 把他们的精灵的合并在一起 刚好名字都有一个酷 看的人一头雾水 他们是什么关系 那孟奇俊认为啊 酷月二郎和酷成兄呢 他们有不少从何之处 两个人都是活在对战争有深切的不安和怀疑 却仍然的坚持着纯粹的梦想而创造 而待会呢 我们会提到的片中 二郎在清井则遇到蔡碎子的这个部分呢 是绝阵雄写过的小说 风起里出现的情节 也是绝阵雄的亲身经历 那风起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风起的故事背景呢 设定为二战时期 写的是主角绝月二雄的前半生经历 那二郎呢 他是向往飞机的少年 长大后呢 就读航空学 最后呢成为飞机设计师 年纪时呢 在关东大地震时 和蔡碎子交坏 在混乱中呢 帮助了蔡碎子 二郎呢 他只是当自己救了人 完事就离开 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但是对蔡碎子来说呢 二郎的这个出现 如同白马王子 情愫的总之呢 早已深刻的刻入蔡碎子的内心 他渴望重逢 两个人呢 就这样子在不同的地方长大了 二郎呢 就在一次飞机设计的失败呢 公司让他到清景泽去放风 刚好蔡碎子呢 他也在清景泽 还在同一家酒店养病 他们重新遇见彼此 这里呢 离题一下 说到这个清景泽的酒店呢 二郎跟蔡碎子相遇的 其实呢 是一个叫万平酒店的酒店 这次呢 六在主频道呢 我和老婆的四周年结婚纪念 也到了这个万平酒店 所以我今天会 今天会讲这个风起 就是因为我复习了 觉得很好看 所以要推荐给大家 如果大家想要看影片的话呢 可以到主频道去看 好我们回来 最一开始呢 大地震前在电车上相遇的时候呢 其实也是划过一阵风 二郎呢 就帮蔡碎子抓住了 被风吹走的帽子 nice catching 那在清景泽的重逢呢 也是如此哦 正在画油画的这个蔡碎子呢 整个遮阳伞就被 强风给吹走了 此时呢 正在散步的二郎 他就帮忙接触了 第二次的nice catch 这个隐喻呢 跟风起的主题很有关联哦 风也许会把什么带走 但风也把爱情给带来了 两人相爱了 蔡碎子呢告诉二郎 自己换上了肺结核 但二郎呢 表示不介意 因为我爱你 哎对不起啊 这个我爱你呢 从六的嘴巴说出来呢 可能有点廉价感哦 但是他真的就这么说的 我爱你 就这样子 一场知道开不了花的恋爱 就这么开始了 梦境和现实 有着鲜明的对比 提示我们 该怎么活下去 风起这部作品呢 我觉得其中一个 吸引六的地方呢 是宫崎骏采用 梦境和现实的色调呢 做出鲜明的对比 梦里面呢 是蓝天白云的 现实的色调呢 则是阴阴沉沉的 体现出在二郎的 这个世界里面呢 梦是清晰又美丽的 与之相比呢 现实却是灰暗的 唯有追梦呢 才能让美成型 二郎在梦里和意大利的 飞机设计师 卡普罗尼先生相遇 小时候呢 二郎因为自己近视 而对自己感到失望 但是在梦里面呢 卡普罗尼先生 他启发了二郎 他说啊 哈哈你看我也不会开飞机 但我会制造飞机 口气不是这样子的 就是演个外国人嘛 那让二郎呢 他重新找回了自信 这里呢 我再送大家一个 卡普罗尼先生的名言好了 在片中呢 二郎有好几次 都在梦里和卡普罗尼先生对话 这也是隐喻者 二郎呢 他夜以续日的追梦啊 因为我们人啊 一天呢 所吸收的情报呢 会在我们睡觉的时候 在脑里面被整理排序哦 你看二郎他一睡觉 就梦见卡普罗尼先生 可见而知呢 他对于他自己的梦想 是有多执着的 菜睡子如果知道的话 应该会吃醋吧 因为梦里面呢 从来不曾出现菜睡子哦 都是这个卡普罗尼先生 但是 梦想和现实呢 是有差距的 在梦想的道路上呢 二郎面对了很多挫败 首先前面我们也有提到嘛 飞机的测试失败了 再来呢 就是 因为背景是二战 所以飞机坐出来呢 那也是个杀人的机器 但你说 放弃梦想 自己就如同放弃生命嘛 所以这个对 二郎来说呢 内心是相当的周极的哦 就在这个时候呢 蔡穗子和二郎 做出了一个很大的决心 我们都误会 二郎和蔡穗子了 我相信大家看电影时呢 隐隐约也觉得啊 男主角呢 是个我行我素的追梦人哦 很多细节呢 我们都可以看出来啊 男主角他不是跟一般的日本人那样的哦 就迎合周围的空气阅读者哦 举个极端的例子呢 蔡穗子在疗养院收到二郎的来信呢 你仔细一看 信的内容呢 只有两行是慰问女生的 进来好吗 后面的全是在讲自己的工作内容啊 但不得不说呢 这种男人的眼泪相当催泪 平时铁石心肠很理性的人突然感性起来呢 那还不把观众的我们看得哭得稀里哗啦的 对不对 那在高山疗养的这个蔡穗子呢 他知道自己命不久一药 收到二郎的来信呢 他瞥眼一看 雪花吹来 所以他知道呢 天气就快要下雪 下雪就表示什么呢 无法下山 那蔡穗子他也知道说 自己可能熬不过 这个冬天 如果不行用的话呢 这辈子可能再也见不到 自己心爱的他了 蔡穗子呢 他悄悄的离开疗养设施 去见二郎一面 在那个年代呢 肺结核 就是个不治之症哦 所以在高山疗养呢 其实也不过是 想要试图的透过良好的空气呢 来提高自然的免疫力哦 说白了 这对患者来说呢 就是在山上等死 两个人在电车的月台重逢 哇 这里相当的感人耶 原本呢 是只见一面的哦 在下雪前呢 蔡穗子想要回去疗养院的 但二郎 他控制不住了 他理性控制不住了 他说 不要回去 不要回去 我希望大家 如果接下来呢 这里有重温的朋友呢 可以仔细的看看这一幕 你们看蔡穗子的那表情 他是多么的渴望这一句话 但是没有想到 如愿以偿的二郎会说出来 所以蔡穗子他惊艳的看着二郎 然后露出幸福洋溢的表情 这从患病以来啊 蔡穗子呢 他仿佛是在等这么样的一句话 因为周围的人都让自己好好养病啊 你见到谁谁都跟你说你病怎么样啊 好一点了吗 哎呀你就别出来了 好好的养生吧 这对蔡穗子来说呢 就如同放弃活下去 就像二郎放弃制造飞机一样 蔡穗子呢 他也不想要放弃活下去嘛 所以二郎 这任性的一句话呢 仿佛是 给予蔡穗子新的生命 两人的这个决定呢 或许我们看的人啊 会觉得很任性 但是呢 对于两个人来说呢 这个觉悟却是那么的伟大和感人 两个人呢 就隐居在二郎上司黑川的家里 面对上司黑川的指责呢 二郎这么回答 我和他之间 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 同时呢 二郎也面对自己的妹妹的控诉 你这样对蔡穗子来说太残忍了吧 哥 你就放他回去吧 我很喜欢蔡穗子的拜托 让他继续活下去吧 二郎呢 他也很坚定的回答 我和蔡穗子 现在都十分珍惜 能够待在一起的 每一天每一夜 在黑川家举办这个结婚典礼的时候呢 蔡穗子化的淡妆 穿上和服 真是花容月貌 太美了各位 看到原本一直反对的黑川呢 边哭边说恭喜呢 哇 这个让六在电影院的眼泪可是 直接爆开 后来呢 有一幕啊 让大家误会 二郎呢 是渣男 哪一幕呢 二郎在家里 一边牵着蔡穗子的手 一边设计这个飞机的时候啊 他就问这个蔡穗子 我能够离开一下吗 我想要去吸口一烟 但蔡穗子说 不行 你要吸的话 你就在这里吸吧 二郎他还真 他奶奶的吸了 观众呢 我们会觉得啊 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 非结合的 你心爱的女生 住在你旁边 难道你就这样子 想要看你心爱的女人找事吗 这么想的话呢 你才是杀死蔡穗子的人啊 这里再听我解释一下 二郎呢 他自从把工作带回家 在蔡穗子身边 设计这个飞机的时候呢 总是很顺利哦 二郎只手牵着蔡穗子的手 只手设计着这个飞机呢 就隐喻着临时战机 也就是二郎的梦想呢 是两个人一起完成的 所以蔡穗子呢 他提出在这里抽烟 那是因为哦 他也知道说二郎这个人啊 他一开始抽烟 就表示工作顺利 工作顺利的时候 我们的脑袋 就会活性化嘛 人就会想要抽烟嘛 所以蔡穗子呢 他也不想说 因为有自己这个累赘 在身边而连累他心爱的人哦 换句话说呢 这是蔡穗子 他要求二郎 请让我参与你的梦想 到最后吧 你们懂这种感觉吗 旁观者 我们观众也好 在这个动漫里面的 周围的人也好 都是觉得这两个人 相当的任性 但是其实不是 那最后呢 那二郎成功地完成自己的梦想 设计出临时 战机 与此同时呢 在飞机测试起飞的这一天 蔡穗子 选择 不和二郎告别的 悄悄地收拾了行李 离开 当二郎的妹妹呢 想要去把这个大嫂 追回来的时候呢 黑川的太太说 别去 这是蔡穗子的决定 她决定将自己最美的一面 呈现给心爱的人 六呢 在电院 这里和妹妹一起泪流满面 蔡穗子呀 你是要有多美才肯罢休啊 但是 在上面的分析看来呢 将自己最美的一面 呈现给最心爱的人 离开 只答对了一半 还有一半呢 是蔡穗子 她认为自己的任务已尽 怎么说呢 她之所以的会留在二郎身边 是因为二郎给自己活着的勇气嘛 所以呢 她想要用自己的最后一口气呢 推心爱的人一把 为她付出 所以会选择在完成梦想的 这一天离开呢 是因为她觉得 自己呢 已经帮二郎完成这个梦想 任务已尽 天啊 这美不胜手的利他主义 直接把六给圈粉了 蔡穗子 你 太美了 二郎的飞机成功的起飞 还破了记录 二郎的同事们呢 正在欢呼的时候呢 二郎却看着远方 他感觉到了 仿佛自己的梦想 达成的同时呢 却又失去了 什么 没错 此刻 蔡穗子短暂的生命 结束了 梦想达成了 心爱的女人 走了 二郎呢 再次做了个梦 这一次 蔡穗子 在梦里出现了 并告诉二郎 阿纳 阿纳 生日 二郎回答 嗯 嗯 流着眼泪 ありがとう 六也跟着一起 流着眼泪 いい作品 ありがとう 卡布洛里先生 在最后呢 还补上一句话 行ってしまったな 美し風のようだ 落幕 多么優美的一部作品呀 主题曲的 ヒコーキグモ呢 就是唱出 蔡穗子的生命 如同 飞机划过天际 的白云那一般哦 短暂又美丽 要用一句话 去形容这部作品的话呢 我还是会用 绝症熊呢 他在起风的原作 引用的 那首 法国诗人 我雷里写的诗哦 風立着 いざ行きめやも 风起 唯有努力 生存下去 各位 就让我们跟二郎 跟蔡穗子那样 坚持活下去吧 如果你也喜欢 本作的话呢 记得帮忙点个赞 然后分享影片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